哇 哇 哇 我們買唐棋哥的 第一次買到爛貨 在那邊爛掉了 怎麼回事 好吃欸 不是還行欸 是好吃欸 好吃你要怎樣 買這個回來吃是不是 沒有騙你吧 好吃 我要再買一個 老門了嗎 老門了嗎 很涼喔 放進去就好涼 好涼 OK 各位 又來到了我們久違的 唐棋哥的供時間 登登登登 欸 奇怪 我們不是再過兩三個禮拜 就要去日本 為什麼要買唐棋哥的 我現在去廠刊 看台灣現在都進一些什麼 啊 我去日本的時候 就不要買台灣有的 啊 也是有道理 然後另外就是 唐棋哥的的價格 在台灣肯定是比日本貴好 等於是先做一個嘗試 就是譬如說你吃 欸 這個真的很好吃 我們去日本就狂買 啊哼 然後你不是也有團購社團嗎 就是我們吃完以後 或許有幾個 我們真的覺得 買過用過覺得很推薦 在日本我們剛好去的話 我們可以做小批量的團購 OK 今天也為大家準備了幾樣 是我們這一次去 有發現唐棋哥的 有推一些夏季很適合的商品 好 那我們先從回購開始好了 回購最常買的 那就是BUBU最愛吃的 BUTO啦 BUTO 這是山梨縣產的 色香葡萄 599是最便宜 它還有899 可能1299 對 唐野縣 雖然說我們合作過一次 燒肉音樂季的影片 非常期待 唐野縣再找我們去 拍一個這個 色香葡萄之旅 我兒子會非常的開心 三梨的也可以啦 哇 哇 我們買到爛貨了 哇 我們買唐棋哥的 第一次買到爛貨 現在變爛掉了 我們之前買了好幾次了 那就是今天運氣不好 OMG 這個很傷耶 你之後就去日本吃好不好 另外呢 就是我們之前去 我也很喜歡的 福岡縣的珍珠葡萄 你單純只是因為它可愛 你想要買來吃吃看而已 對啊 我沒有吃過啊 而且這個蠻可愛的 對啊 這樣子三串是299 好 我洗了各一顆喔 大小差真多 我先吃小顆的試試看 它裡面的那個 很甜 但是它現在皮很厚 所以我還在咬 那個外表皮 就是葡萄該有的那種酸色感 就是一般紫色葡萄的那種 對 還不錯吃 好 再過來我們當然就是要試試看 現在的這個色香葡萄好不好吃喔 還行啊 沒有到超級甜的狀況 咬久還是很甜 但是比起之前少了一點點 但我發現它的皮比那個小顆的還好咬 599跟299的差別 好 再過來就是 BUBU很愛吃的玉米 是去日本買就好了 大家記得這可以買嗎 這已經真空了耶 這個的話呢 有時候我會把它當作BUBU的早餐 79塊一隻 不平 但是這個很好吃啦 蠻甜的 今天我們就沒有好好挑 像這裡有被壓到 大家買的時候要注意喔 因為這個很容易被壓爆 那接下來你要先跟大家分享什麼呢 這個我們去日本是一定會買一堆啦 生泳的 BUBU是最喜歡吃這個 還會有跟POKEMON聯名的 像這個下面就是跟TOMICA 然後價值五路 69塊 一包十幾塊 其實也是不想 因為我們在日本買這樣一條才多少錢 袋中也是五路吧 然後大概100多塊日幣吧 差很多喔 再過來咧 我們來跟大家分享一個 默默覺得很酷 然後我還滿奇妙 他會買這個東西 這個是什麼啊 尾西的 衝泡即食飯 因為日本地震很多 像其實台灣其實也是 但是台灣對於這種 防災或什麼的沒有做的說很充足 像日本他們就會有這一種 他可以放到2027年 可以買這種放在你的防災包裡面啊 水啊飯啊什麼的 剛剛我在現場的時候呢 也有看到鮪魚罐頭 它那個也是防災類型的 然後也是可以放超級久 還有一整櫃都是這個 它有各種口味喔 給大家看一下喔 它這樣子一包260克 175元 去日本買會比較便宜 試試看 哇它還有附湯匙耶 調味粉 這個要記得拿出來喔 各位 有AV耶 飯跟蝦 我滿好奇這個調味料是什麼味道 你要吃 對對對 我要停一下 我要去加熱水喔 你去加熱水 吃起來就是那種 鹹粥鹹鹹的味道 說到大災難 之前有一本漫畫呢 作者是 七十幾歲的一個阿嬤 他叫做龍樹莉 他在很久20幾年前呢 有做了一本漫畫 那一本漫畫呢 成功預言了2011年3月的大海嘯 跟這個COVID-19 反正他有說到了 2025年的7月 可能會有大災難 大家可能可以考慮 2025年不論有沒有發生喔 7月份之前阿 囤一點 就是有準備總比沒準備好嗎 你說他沖泡是怎樣 他說如果你是用熱水的話 是等15分鐘 如果是一般水15度的話 是要等60分鐘 他這裡有QR Code 我興趣可以少 那在等待的途中呢 那我們再介紹 一樣是這種乾燥泡東西類的 就是這個 登登 這是我買的 他的口味是 日清奶油玉米海鮮大杯麵 併在一起 但是他是Big阿 真的很大碗 味道很玉米濃湯 的確就是玉米濃湯的感覺 可是他多了那個 經典海鮮口味的那個香氣 嗯 蠻快的 好吃 一樣是泡麵 各位 大家可以看到 真的有一疊 他是很經典啦 但是為什麼我會買他呢 大家有沒有看到中間有一個字 南 西 東 西 東 西 南 北 這個四大銀匣 東 西 建 南 北 色 哈哈哈 這位莫非就是明鎮貢南的四大銀匣 沒錯 我們就是中東銀匣 西建南銀匣 他基本上呢 就是分成日本的東南西北 東邊呢 當然就是關東啦 就是由中田煎和本煎 雙魚高湯作為基底 再加上這個 完大豆醬油混合的湯頭 然後再加上 唐辛子的奇味粉 西就是關西風味 他是由 昆布和本煎高湯 與完大豆醬油混合 他額外加入的呢 還有特殊的這個 三椒奇味粉 南邊也是我最喜歡的 一個日本的地方 叫九州 我覺得是最適合 台灣人去吃美食的地方 那他是 透過燒烤的飛魚 還有青魚的高湯 再加上一樣 完大豆醬油混合 加上高湯呢 去熬煮出 特色獨有的九州風格 北邊就是北海道 那這裡呢 就是用 利高昆布 跟 堅潔高湯 還有一樣 完大豆醬油混合 他的贊助商是玩大豆醬油混合 這四個呢 我會把他發在IG 再跟大家分享 哪一個比較好吃 一個75啦 好 再過來咧 我們來先介紹的小東西 既然是夏天 我們就一定要有飲料嘛 那我們今天買了兩個 都是買給布布喝的 海綿寶寶的日系 彈珠氣泡水 葡萄跟果子風味 他總共有四種圖片 這個本身綜合的就有四種 我們現場看還有四款是 單支單支的 這個 然後再過來就是 登登 Pepsi 百事可樂 史上最高 爽快感 這樣一瓶是65塊啦 不知道生可樂是什麼 我們來查一下 我也是拍照問這個AI喔 他說這一瓶的上面的生的意思 代表有新鮮或味精加工的特性 然後默默那邊有找到另外一個解釋 他說 日本生可樂是日本限定的百事可樂 因泡沫豐富的向生皮而命營 我順便問他說 那這款飲料在日本賣多少錢 他查了一下 他說 一般來說在便利商店或自動販賣機 一瓶600毫升的百事可樂 大約是150-200日元 兩杯 我們就來看看他的這個生有多泡沫 噓 有啦有啦有啦很多啦 都泡沫就飽啦 沒了呀就像啤酒一樣沒了 就這樣就這樣表演完了 沒氣耶 蛤認真 感覺氣剛剛都已經噴完了 但是我覺得有比較細膩一點 就很pepsi的沒有那麼吃 好接下來我們就要來開我們的這個假裝 然後我們現在在山洞裡面 哇來把它拌一拌 這個拌起來很像就是我們一般吃炒飯的感覺 有點香 他的飯粒跟一般的飯沒有什麼兩樣啊 很濕潤飽滿耶 怎麼回事 好吃耶 不是還行耶是好吃耶 好吃你要怎樣買這個回來吃是不是 沒有騙你吧 好吃耶 我要再買一個 我要去買別口味的 呵呵呵 他已經可以媲美便利商店的炒飯了 對啊 不要一直吃我炒飯 大家看一下這張照片好不好 那一整面牆還有超級多不同的口味 大家如果有去試問吃過 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哪一個口味好吃 可是170我覺得這個偏貴啦 好奇去日本到底可以買多少錢 我們到時候再來看看 然後再過來零食的部分呢 我們就買了3個 這個呢是Bubu很愛吃的 這個我就不開了 59塊 這個呢就是我覺得很酷的 塔塔醬 感覺上面這個是什麼 麥香魚 胡遲乎都不太雷啦 餅的味道強過那個醬的 醬不夠味 真的是麥香魚的味道 它的魚味比較濃烈 塔塔醬有點被吸濕掉 有點可惜 可是我覺得好吃耶 這個的話是多少錢 69塊 再過來糖果的部分喔 我們就買了一個 這個很奇妙 Haiju 它是Haiju的什麼口味啊 優格口味啊 你這個要79塊 比那個餅乾還要喝 呵呵呵 它只有這樣 它也有日本空氣趕快吸 一顆原暖的 等一下再吸藥 有一個藥粉的味道 這個我不推薦 我蠻喜歡的 它比我想像中的容易化掉 就是優酪乳糖果啦 它外面有一層酥酥的咬進去裡面 軟軟的 吃酒著食有點貴 吃的結束了 我們就要進入泡澡的環節 我們家很喜歡買洗澡球 這種樣式的 超可愛耶 180塊 超級貴 在日本抽屜 但是有時候還是要看IP啦 對啊 這是什麼啊 這你買的 因為我不喜歡過蒜頭 手上會有味道 寄出來就是蒜耶 喔 好香喔 好 再過來就是 唐吉克爾近期的一些新品 跟針對夏天有什麼必買的商品 那就是眼前的 登登 這一堆喔 這個不算啦 這一直都有啊 就是漱口水這樣一罐199塊 這個是我的 Ice Breeze Shampoo 這個是涼感洗髮精 哇 最近真的是太熱了 真的是要靠這個 淨涼一下 270塊 它製造力是泰國 我來聞一下 喔 我喜歡這味道 這味道似乘香吃以前好像有個 也是這個味道 就是很清新的感覺 好 然後再過來喔 有兩個東西就是 是 冰冷跟擠水 這個是 獅子巾 一個是擦臉 一個是擦身體的 它打開應該也是一包 像平常獅子巾 對 它寫說 刺激直衝腦門的 動動大的 喔 腦門的嗎 腦門的嗎 哇 這個好腦門喔 這是清潔臉部專用 很涼 我現在臉超涼 非常涼 125塊耶 好 再過來這個就是 這是身體的 質感是這樣子的 就是百分之百原生脂漿製造 一直很大 中午吃完飯回公司之後 流汗有沒有 可以拿這個出來擦 涼嗎 它有特別涼 有味道嗎 一樣跟口香腸的味道一樣 真的假的 很涼喔 放進去就好涼 它有殺菌的效果 擦完你摸一下 你就是很好摸 舒服的 很乾爽 不錯 然後再過來三個 登登 這三個都是美書綠的 這個是 肩頸的 這個是小腿的 這個是眼罩 這個我比較好奇 只有四片 189元喔 很貴喔 肩頸的 我現在先貼給大家感受一下 它這個是六入 一入有兩枚 總共有三袋 這兩個的部分 晚上我讓莫莫來體驗一下 我們就來看 體驗完了以後 她覺得 感覺如何 好的 我覺得 試用完 貼腳的 然後跟那個眼罩之後呢 我覺得眼罩可以不用買 因為它就是 微微的 涼涼的感覺 可能就是讓你眼睛 稍微有疲憊 或是什麼 涼的時候可以用一下 可是我會比較 推薦用熱的 貼腳的 是真的非常非常涼 就很像休足時間 但是它又比休足時間 再更涼 然後就是覺得 哇 腳都超冰超冰 所以我覺得 比較推薦就是用 貼腳的跟那個肩頸的 就是你走在路上啊 或是覺得天氣很熱的時候 通勤的時候 你可以把它貼上 這樣你就會自帶一股涼意喔 好 那我們現在呢 就來試試看這個啦 好的 現在兩張都貼在我身上 首先第一個就是 它沒有那個黏膩感 然後貼上去就冰冰涼涼的 它的味道蠻好聞的 如果你是在室溫28度以下的話 量感是可以持續約三小時的 那感覺還不錯 但是感覺都不便宜 那以上我們今天總共買入的金額是 2928還要再加599 說到這一點 你自助結帳的話呢 你一張單不能超過3000 如果你超過3000塊 你就是分兩張 或者去人工那邊 他幫你結帳 好的 那大家最近有沒有去唐吉哥的買東西呢 然後有沒有推薦什麼樣的東西 我們是沒有買到 或者是我們買的 你們有吃過別的口味 你們想要推薦給我們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這裡面呢 你最想要買的是哪一個 或是最好奇的是哪一個 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們分享 如果留言夠多的話呢 我們去日本的時候 或許就可以在團購社堂幫大家多帶一點 那如果喜歡今天的影片的話呢 記得幫我按讚分享 訂閱 我們就下視頻見 掰掰 掰掰 然後買完以後 然後買完以後 過去給我要三次 這對廚師來講 吃多麼大的羞辱 哈哈 他已經吃 啊這種東西 啊不要不要不要 然後他說 他飯很軟 然後他說 不行啦 他這個沒有火氣啦 沒有鍋氣 不會贏的啦 拿著去挑戰廚師 對 氣死